哦,没什么,我只是在想,那可以压倒流氏最后根稻草将会是什么,或许用不了多久,我们便可以找到那根稻草。 他再次笑了起来,轻快知色异于眼表,对于莫莉的能耐,韩江雪打心底是绝对信任的,只要那稳婆还没死,他相信一定能够找得到人。 当然,对一万来说的话,就算这条线索无法完全走通,他照样也会想出更多的办法,一层一层地揭开流氏的嘴脸。 妹妹的话,韩静并没有太多追问,不过,他却明显得到了一种输不出来的鼓励和希望,无论如何,他都要努力强大,去承担起那些本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,让恶人得到应有的诚挚,好好守护着自己所珍视的亲人。 韩静险些被冤枉陷害之事,还是不可避免地流出去了些内幕,堂堂韩家大少爷,既因为这样的事情,差点被个下人给陷害了,实在也不是什么好听之事,这让韩家私底非议颇多,而不少人对流氏品性也渐渐有了些塌意。 至于险些成为受害者的韩静,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诋毁之言,反倒是这一次力挽狂澜,替兄喜悦的韩江雪,却是褒贬各异。 赞者觉得,其心坚而聪慧,贬者觉得,他脖离而狂妄。 可好也罢,歹也罢,总之这一次,韩家兄妹却是从这次事情之中,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 事后没几天,韩风不但给长女增加了成辈的月钱,每年各种节日也新添了不少现银,而且还不给长子几处可以自己完全做主的私产。 毕竟对韩风来说,自己这个做父亲的,总不能连他们外公都比不上。 除了这些之外,韩启之很快被韩风启用,并且直接将人给安排到韩靖身边,明显是想从现在起便替长子培养心腹,建立起独属于儿子的那一份人脉圈子。 韩风对韩启之的安排,让韩江雪极为满意,因为那代表着兄长在父亲心中有了异常稳定而重要的地位。 钱财之上,他自然也是不怕钱多烧手,父亲的做法不仅仅是一种钱财上的弥补,更是表明了对他们的重视和关爱,是对兄弟二人在韩家地位的一种强化和巩固。 而这些都还只是明面上的,暗地里头,韩风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调查谋害韩家幕后黑手,同时,对于别的韩家人的保护,已不动声色地拉了开来。 韩风这人看上去,虽耳根子软,心软,但毕竟还是当家人,百年世家积累,所调教出的接班人,又怎么可能毫无事处呢? 一旦明确方向,有了目标,韩风做起事来,头脑手腕,丝毫不会逊色,包括情感控制上,哪怕心中再如何复杂,但面对刘氏之际,却也不曾表露分毫。 刘氏母女那边,最近当真是消停了些,就连对韩江雪兄妹虚然问暖这样的面子工程,也变得稀松起来,只不过在讨好韩风,以及挽回影响之上,却是更下苦工。 这让韩江雪怎么瞧着,都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。 摆弄完院子里头,开着正盛的菊花,韩江雪换了身骑装,准备出门溜溜马,昨日茉莉暗中差人送了口信,据说是稳泼一世有了进展,这让她无比期待。 交代好之后,她很快便带上紫月出了院子,往大门口而去,路过钱花园的时候,却看见刘氏所出的小儿子,同夫异母的弟弟韩端。 大姐这是,要出去遛马吗? 看见韩江雪这身打扮,三步并坐两步,小跑过来的韩端,还面对一笑出声问道。 因为刘氏的原因,所以韩江雪自打重生之后,却是有意无意疏远着这个弟弟。 倒不是认为韩端和刘氏母女一般的恶毒而讨厌,只不过,大心里头,她有些不太确定,自己到底应该如何和这个弟弟相处。 是呀,许久不曾出门溜马了,今日正好天气不错。 她微微笑了笑,本能的还是对这个弟弟心生怜爱。 端儿今日怎么没上学堂呀? 先生,今日有事,所以放我们半天假。 韩端健壮,连忙讨好的拉着韩江雪的胳膊,请求道。 大姐,也带我去,好不好? 听到韩端的要求,韩江雪明白,那是孩子爱玩的天性。 若是往日的话,她倒真不忍心拒绝。 不过今日外出,可是有重要之事,带着韩端,当然不方便。 今日可不行,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 一会儿耽误了你下午上学堂的事,可是不好,下回再说好吗? 见韩江雪没有同意,韩端的神情当下便难过不已。 十一片刻,却是几位矛盾担心的小生说了一句。 我听说,最近大姐和母亲还有二姐,那矛盾了。 大姐是不是因为这个,所以就不喜欢端儿了。 孩子的想法,原本就是简单无比的。 韩端不过十岁,心性本就比较单纯。 再加之,流逝这么些年,无论做什么,都背着这个儿子, 因此也没有让其受到什么不好的污染。 所以对一个,处在既懂些事,又依旧只是个简单孩子的小孩来说。 别人待他的喜爱的敏感程度,也是一种最为天性本质的东西。 韩端很明显感觉得到,最近大哥与大姐对他疏远了很多。 大哥成天忙,还说得过去,可大姐明明是有时间的。 而且私底下,他也听说了不少娘亲二姐同大姐不对付的事。 这样一来,自然就成了他心里头一堵墙。 他不了解那些所谓的具体事实,也不知道这些矛盾纷争之中,到底谁对谁错。 同样,也并不愿意单单站到那一边,帮谁不帮谁。 他只知道,无论是娘亲和二姐,还是大姐和大哥,都是他的亲人,都是一直对他极好极好的亲人。 他不想因为那些纷争,而被他们任何人疏远,只想与原来一样,能够这些人都好好相处。 听到这一话,韩江雪倒是不由得,微愣了一下,看着满脸委屈,又特别害怕失去般的韩端,心中滋味万千。 片刻之后,他伸手摸了摸韩端的小脸,极为认真地说道, 多儿想多了,无论我与母亲他们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,却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。 他们是他们,你是你,什么事都不能混为一谈的。 多儿读了书,应该知道这其中的道理的,不是吗? 更何况,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好弟弟,怎么可能不喜欢呢? 不过多儿现在越来越大了,有很多东西要学,有很多事情要做,而我也是一样的。 所以当然不可能再入小时候那般,成天年在一起玩了。 真的吗? 韩端半信半疑问了一句,不过很明显,那双漂亮的毛子比先前明亮了不少。 当然是真的,咱们身上都留着同样的血脉。 多儿和大哥一样,都是我们寒假日后的希望。 只要端儿如父亲给你取的名字一般,一直端正,良善,长大之后成为一个有用之人,光耀家门,造福百姓。 别说是我,所有人都会喜欢你的。 韩江雪适时,对这个还没有完全成型的孩子,寄予指引和肯定,忠心希望,日后这个弟弟千万不要成为刘氏母女那样的祸害。 嗯,多儿明白了,也知道该怎么做。 这一下,韩端显然放下心来,满脸开心,连连点头应允。 与他而言,姐姐所说的正是他所要做的。 他知道,姐也不会因为一些小打小闹,过节矛盾,而迁怒他人。 也明白,她的世界生活,并不会因为这些纷争而发生急剧变化,那就足够了。 韩端心满意足,又说到一会儿之后,便没有再缠着韩江雪,自个儿开心心地跑去玩去了。 韩江雪见状,嘴角亦不免显露出一抹复杂的笑意。 他不知道,将来有一天,刚到了刘氏母女,你死我活,摆于明面之际,如今这个单纯的端儿,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? 可恨也好,怨也罢,端儿世中还只是个孩子,与韩雅静完全不同,再如何,都只希望,真到那一天的时候,无论什么样的结局,都不要对这个孩子影响太大。 微微叹了口气,韩江雪也没再久留,转头抬步而行,很快带上紫月,出门去了。 出城门之后,两匹马快速飞奔起来,完全不再入先前,在城中行走时那般受限制。 韩江雪马迹一流,好久不曾这般痛快纵马,一时间性质更是大增,后头紫月紧跟着,她头一回亲眼见大小姐如此张扬本性,而又有着这般一手马迹,所以既不担心,也不扫其性质,只是紧随其后,多加注意。 两匹马,一前一后,一口气便跑出了五六里地,到达莫莉事先约定好的小溪旁时,这才停下来。 莫莉急会挑地方,这里风景宜人,山清水秀,光是私下看看,都让人感觉分外的舒服。 同时,这儿不算太过偏僻,却又不会有闲杂人等打扰。 说些机密之事,见些重要之人,倒是处好地方。 紫月,你在这儿等着吧。 寒江雪,远远便看见西旁早就已经到达的莫莉,因此朝紫月吩咐一声,便扣马往莫莉那边去了。 看见寒江雪来了,莫莉也没着急出声,立在原地,又目光将人游远极近迎了上去。 寒江雪翻身下马,整个过程流畅洒脱,之后直接将马绳松开,让她坐骑优先不已地到一旁,与莫莉的马儿一并吃草。 我来迟了吗? 走到莫莉跟前,好轻快一笑,先前纵马的畅快劲儿,显然还没有完全退去。 好,是我来走了。 莫莉含笑,早就已经察觉这会寒江雪心情极为不错,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和舒畅,同样也快速感染着她。 她一早便想到,会看见这般模样的寒江雪,所以一个原本可以直接让人转告的消息,却并没有让人转告,而是特意约其前来亲自告知。 听说自己没有来迟,寒江雪面上笑意更加深了一些,不过再怎么样,却还是最为惦记稳婆一事,因此点来点头也没多客套,静止朝莫莉又问,那件事有消息了? 莫莉知道寒江雪是个急性子,也明白此事对她的重要性,所以并未含糊,当下就明确回答。 已经证实人还活着,十几天前,有人曾在千里之外的西岭发现我她的行踪,如此一来,应该过不了太久,便能够找到此人了。 寒江雪先是一愣,而后满脸皆是惊喜和兴奋,当着没想到,这么短的时间,这件事并有了如此大的进展,而且形势一片大好, 怎么叫她如何不欣喜、激动呢? 她果然没有看错,莫莉这个人本事,当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,本是一件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事情,到她手中却如此神速,实在是让她不知说什么好。 太好了,谢谢你。 她无法抑制心中喜悦,原本不算笨拙的嘴,到这会儿好半天,却只说出这么几个字来, 唯独说不尽的感激与开怀,毫无保留的异于神色之间。 咱们之间,不必总这般客气,莫莉顿了顿,似乎是在斟酌自己的言辞,不过很快之后,却是再次一笑,没有了先前的那一丝迟疑。 这时,也是运气好,若是人早没了的话,我就是有再大的力气,也没地方使。 听到这一话,韩江雪倒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其他的感激之言,所谓大恩不言谢,谢多了,反倒显得隔阂,同样,也没有什么时机的作用。 而莫莉一句,咱们之间,也让她心头有一种下意识认同之感。 她们之间的确是不比一般的朋友,不论是共同的秘密,还是相同的目标,都让她们在无形之间有着默契的共识。 寻找稳婆一事,莫莉本就极为上心,所以韩江雪没有必要再在此事上面多说其他的。 想起上一回在外公家时,莫莉交给她的证据,这会儿已经都用上了,所以倒是得告知一声。 对了,我已经将上一回你给我的那些证据交给我父亲,我父亲如今已经暗中在查了。 虽然他暂时没提及这场阴谋所代表的性质,不过我想他心中应该还是有底的,只不过对于释迦藩王与皇室之间这些利益关系,怕是还不愿意去想,不愿意这么快去点破罢了。 韩江雪倒不是对自己父亲失望,无论是四家还是三番,都安逸得太久,有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便能够急得来的。 很显然,莫莉也是这般所想,微微点了点头,表示自己明白。 无妨,无论是你父亲还是其他几家,亦或者皇室那边,如今都还需要时间,交错数百年的纠纷,当然不是朝夕之功。 顿了顿,莫莉确实看向韩江雪,再一次提醒道,倒是你们兄妹,最近举动不小,怕是给多加小心才行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你只管让你的人来找我便是,不必担心麻烦不麻烦的。 韩江雪,自是明白莫莉的意思,如今他们与刘氏,基本上已经算是心找不宣了。 刘氏连这几记都不成,在他们兄妹这边栽了好些次跟头,当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而刘氏那人,心思太过恶毒,一招一招层出不穷,谁都不知道下一步又会想出什么歹毒之计来。 所以,对付这样的人,唯有尽快将其给扳倒,才是真正的长久之计。 而莫莉的关心,让韩江雪心胜温暖,除了兄长之外,她还是头一回感觉到有别的男子这般对她好,让她感觉很是愉悦。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有受当真极为玄妙,韩江雪此刻并没有多想太多,却不曾刻意去欺骗自己本心和感觉。 嗯,好。 见状,她也不多客气,脆声声印象,脸上笑意,如花般绽放。 流淌的小西,顺利而下的落叶,动静之间便为这一处幽静旷野增添了不少跳脱之感。 两个人安静静说这话,平静而依然,简单却充实。 两人又小聊片刻之后,韩江雪这才牵过马儿准备离开。 翻身上马之后,莫莉却突然上前牵住马绳,若有所思问道。 下月,西荣侯府的诗会,你会去吗? 莫莉微微仰头,古井般的深邃目光中,竟浮现出几分流动的期许。 那样的目光,让她原本就极为引人注目的眼睛,变得愈发的迷人。 韩江雪从来都不觉得莫莉长得有多么的俊美,只是认为莫莉那种与众不同的气场最是凸显。 但这一刻,她却发现,面前男子的长相本身也还是很不错的,最少在她看来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景。 哼,那你会去吗? 她没有直接回答,忍不住笑着反问一声,轻快的目光并不掩饰心中对莫莉的亲近和好感。 莫莉会议,脸上笑一顿时一直延伸到心底,点头答道,我去。 你去我也去。 韩江雪也不别扭,大大方方扔下这么一句话,而后又冲莫莉笑了笑,也不再多说,空转码头方向,纵码而去。 转上官道,又是一阵畅快的奔驰,行之半道时,却不得不停下来。 小姐,前边好像有人生事。 紫月眼睛好使,隔老远便看见一顶轻衣小轿,被人给强行蓝停在路上。 看那情况,应该是有人见色起心,光天化日之下,竟然想调戏教中之人。 轻易小轿这方的教夫,以及随同丫鬟,急得不行,挡在前面,不让那人模狗样的人靠近教门处。 不过,光凭这几个人,显然是抵不了什么用的,三两下被那个男人所带的壮汉,打手,给拖开来了。 不得已,教中之人只得下轿,走出来。 漂亮娇美的少女,此刻气愤无比地怒斥,直接流氓。 那几个男的健壮,反倒是大笑起来,一副想动手动脚的模样,毫不在意少女斥责。